编舞是Kpop表演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许多团体从未见过歌曲的编舞者 人气舞团Lachika 在最近的一段视频中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Lachika已经参加街头女战士而广为人知 他们还为TWAS等Kpop团体编排了大量歌曲 包括TWAS最近的Talk that Talk 编舞就是Lachika创作的 近日他们在YouTube频道上 就女团教学有区别吗进行了讨论 日安透露 他从未见过任何Kpop偶像 甚至没有教过他们舞蹈 Sami也说这是多么讽刺 他们编排了TWAS的许多舞蹈 但尚未与他们见面 与其他两人不同的是 Garby至少见过一名成员那连 两人之前一起客串过 李永锦的YouTube节目 永锦是Hairs Center 他形容与那连有一种亲密感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 虽像是认识了很久一样 那连似乎也有同感 因为他立即认出 Garby是他们许多舞蹈动作的编舞者 为什么Kpop团体很少见到他们的编舞 Garby解释说 经济公司会联系他们 制作舞蹈和拍摄演示视频 公司选择他们喜欢的动作 然后成员们自己学习 因为偶像都是熟练的舞者 所以不需要亲自到场指导 爱的寒舍 Merry解释我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